各位鼎姊妹,大家早晨! 我相信在這個早上,如果你聽到這個講到的錄音, 應該都是正在大音8號,甚至是更加高級別的颱風。 我相信神是那個平息風浪的神, 亦是與我們同在,賜平安在我們生命裏面的神。 亦讓我們繼續能夠在這個禮拜日的主日上面, 能夠一起去敬拜我們的主, 也能夠在裡面聆聽上帝在我們中間的嘩。 在上個月裡面,都跟大家講了一個歷代至上四章九至十節亞比斯的討告。 我相信這個經文對於大家來說,都是很特別的。 因為其實在家暴當中,很多時候我們都忽略了, 但是今天你給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在裡面看到, 究竟神藉著我們有什麼改變。 但是這個星期,我又很想跟大家說, 就是在《約翰福音》裡面,都是一個很有真意誠的一段經文。 就是《約翰福音》八章,一至到第十一節。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真意誠呢? 因為在《新約聖經》的希臘文寫成的過程當中, 很多舊的《新約》的文本,都是沒有這一段的經文的。 剛剛這一段經文就剪掉了。 就是在七章的尾,就直接踏到八章的第十二節。 那在裡面,甚至有一些教父, 有一個早期的教父叫做俄里根。 當他寫《約翰福音》《適經》書的時候, 他都是直接由到七章的五十二節, 直接跳到八章的第十二節。 另外,有一個教父叫做特土良。 他教導人如何去審判一些關於奸淫的案件裡面, 他完全沒有提過《約翰福音》這麼明顯的經文。 但是對於另外一方面, 又有一些教父, 一個叫安波羅收, 還有一個叫奧古斯丁的教父裡面, 他的著作當中, 都有提過這個故事。 另外一個教父叫做椰油米。 當他在編寫《武加大拉丁》的《約本》的時候, 他都發覺, 其實原來有一些《約本》 都有將這個故事, 或者將耶穌的經歷都寫下去。 所以他都將這個, 加入在他所編收的《武加大》《約本》當中。 當我們去看上下文, 如果你打開《聖經》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在七章三十七節至三十九節, 耶穌剛剛是向一群群眾講話。 而當他去到八章十二節, 約翰福音八章十二節的時候, 同樣地都是, 他向著一大群人講話。 但是最特別的一件事就是, 在今天我們所講的經文當中, 八章九節, 因為那些人一個一個離開, 直到最後在第九節裡面就講話, 只剩下耶穌一人, 還有那婦人應站在當中。 那這裡就令到我們有點疑惑了, 怎麼解釋呢? 一前一後就說有大群人, 但是中間, 突然就只有他和那個婦人。 好像特別加進去這樣。 但是另外有一個, 我剛才有提到奧古士丁, 其實他提到, 他相信早期日本裡面, 沒有提到這段經文的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一些很緊張的丈夫, 他們因為很擔心有一些犯奸淫的婦人, 他們的太太, 會拿了這些經文來做了一個, 好像一個藉口那樣, 讓他們好像很容易被搖書。 所以他們就要剪掉它, 刪除了它。 又或者在初期教會裡面, 好像保羅那樣, 他們經常都會處理一些, 因為外邦人信署而來裡面, 很多關於性的罪, 以至到他就會刪除了這些, 相對搖書的一些經文, 免得在裡面有很多衝突在中間。 但是不論如何, 我相信這段經文其實也祝福了很多人。 所以, 並且當神容養這段經文, 是繼續留在我們今天所看的聖經當中的時候, 都一定是有上帝在我們中間的心意, 要去鼓勵我們。 也是真的藉此, 在聖經證典當中, 我們能夠看到益神, 究竟想跟我們說些什麼的話呢? 甚至, 其實當我們看回在教會裡面, 其實個個都是人。 那麼, 在我們每一個的生命當中, 更深入地這樣說, 其實我們是一群罪人走在一起。 或者是一群蒙主耶穌基督, 因為走在一起的一群罪人, 在教會當中。 所以其實在教會裡面, 很容易會出現不同類型的罪行。 那麼, 究竟我們怎樣去面對, 處理, 因典和律法中間怎樣平衡呢? 當我們發現人家犯了罪的時候, 我們應該用什麼的心態去回應呢? 在佳太書六章一至二節那裡, 這樣去鼓勵我們。 它說, 弟兄們, 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成, 你們屬靈的人, 就當用溫柔的心, 把他挽回過來。 又當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誘, 你們各人的重擔, 要互相擔當。 如此, 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藉著福音八章, 一招十一節裡面, 去思想一下, 究竟當我們自己也好, 或者當我們看到教會裡面有弟兄姊妹, 落入罪當中的時候,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呢? 正如今天的題目就是, 卸免死有餘辜的人。 卸免死有餘辜的人。 文好,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 我們一起有個討告先。 天父信,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的愛在我們的中間。 終然呢, 在暴風雨當中, 我們知道你與我們同在。 你所賜的平安, 是叫我們呢, 能夠有出人以外的平安。 將同樣地主要你的愛呢, 都是將我們的生命能夠挽回。 主要你, 求你親自今天, 讓教會呢, 能夠在基督你的面前, 我們知道, 如何用愛挽回罪人。 讓他們的生命, 能夠走進真理的當中。 神, 我求你, 開啟我們的心靈, 讓聽的和說的, 都經歷到上帝你的祝福。 多謝主, 提聽我的討告, 奉耶穌基督得聖命至祈求。 阿門。 當我們呢, 今天去開始呢, 看這一段經文的時候呢, 很想從兩個問題去開始。 第一個問題呢, 究竟, 在整段經文裡面, 誰是死有如辜的呢? 因為剛才說, 我們要赦免死有如辜的人。 那究竟誰是死有如辜的呢? 那在一章, 不是, 在八章的第一至第二節裡面, 作者呢, 就很簡單交代了一個背景。 他說到, 於是, 各人都回家去了, 耶穌卻往橄欖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裡, 眾百姓都到他那裡去, 他就坐下, 教訓他們。 當我們呢, 看到這一段經文, 我們會覺得呢, 耶穌每天的行程, 其實都是一個很有上帝同在的行程。 當他侍奉完, 耶穌他選擇的呢, 他不是回到他自己的家。 他很多時候都是獨過兒, 去到山上去討告。 他得力的來源呢, 就是向天父祈求, 去親近他。 我們從耶穌身上呢, 我們會看到一樣東西就是, 當他多有討告的時候呢, 他生命裡面又多有力量, 滿有生命的見證在中間。 所以在經文這裡就提到, 他在祖土之後呢, 他又重生得力。 接著呢, 他又再次回到聖殿裡面。 當他一回到聖殿呢, 百姓又開始聚在一起, 有一個很學慕, 很機學慕的心呢, 他很想再去聽耶穌在裡面所講的神的話。 所以他又坐下來去教訓他們。 在上面和下面所發生的事情呢, 你發覺, 是跟這裡很不同的。 在之前呢, 和之後都是在說法里塞人, 和民事對耶穌裡面很多的挑戰。 你發覺前前後後是很多的鬼詐。 但是唯有耶穌當他和神一起的時候呢, 他帶著那份的平安。 在他生命裡面呢, 帶著那份的愛。 所以很快呢, 我們再看回第三至第五節裡面, 就是一個180度裡面的轉變。 在裡面這樣說, 他說, 民事和法里塞人, 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 叫他站在當中, 就對耶穌說, 夫子, 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 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 你說, 該把他怎麼樣呢? 你發覺呢, 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面, 你只要閉上眼, 你好有一個圖畫出現了。 一個女士, 被法里塞人, 民事一班男士, 帶到聖殿的當中。 在聖殿裡面, 原本一個敬拜神的地方, 他帶了一個有罪有污衛的人。 他心裡面充滿著內疚, 罪疚。 接著呢, 還要被揭發。 他在行淫的時候被捉納。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其實在裡面誰是死有餘辜的呢? 首先, 我們就要看看他講到說, 摩西上面律法吩咐他們要這樣做。 那哪裏講過呢? 在《生命記》22章22至24節那裏這樣提到。 他說, 若遇見人與有丈夫的妻子行淫, 就要將姦夫淫婦一平致死。 這樣, 就把那惡從以色列中除掉。 若有處女已經許配丈夫, 有人在城裡遇見她, 與她行淫。 你們就要把這兩人帶到本城門, 用石頭打死。 女子是因為衰在城裡, 卻沒有哭叫。 男子是因為顛巫別人的妻子。 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你會發覺, 在《生命記》22章22至24節那裏, 他提到兩個犯姦淫的情況。 在第22節那裏, 就提到有丈夫的婦人。 意思是他已經完成婚文了, 結婚了。 是的, 洞房花束夜都已經過了。 那他犯姦淫的時候, 就在裏面提到要被致死。 但是呢, 在23至24節那裏, 就提到有處女已經許配了丈夫。 就是說, 他是有一個婚約, 可能是訂了婚, 也可能是已經結婚了。 但是呢, 他們還沒行房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 如果他犯姦淫的話, 就要帶到城門的裏面, 用石頭扔死。 但是其實在那時候, 猶太人呢, 一般他們能夠去控制到的情況, 用石頭去治理一些很嚴重的罪行, 其實都很普遍。 所以未必呢, 一定是, 他是一個處女, 跟著呢, 有一個定婚的關係。 可能是其實已經結婚, 很久都不定。 這個都不是最重要。 在裏面呢, 他提到一件事呢, 就是說,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將那個惡, 從以色列當中, 除掉。 就是要把罪惡, 不要再在這個地方發酵。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你發覺, 兩樣東西都是說到, 被處罰的對象呢, 都是犯姦淫的兩方, 即是男同女都要。 但是很特別, 當我們呢, 在這裡看到, 是啊, 當我們看回生命記的時候, 犯姦淫的婦女, 她真是死有餘辜的, 在摩西不經, 在裡面都這麼說, 摩西律法裡面都這麼說。 除非她沒有做, 如果她有做, 她就應當被處死。 問題就來了。 那麼究竟, 另一方, 犯姦淫的男方去哪裡呢? 要處死一個人, 是一件很大件事來的, 不可以亂來。 所以一定要是最正確作, 並且要有兩個的見證人, 親眼地看見。 所以, 其實在生命記十七章六至七節那裡, 講到, 當要行刑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要準備。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 作見證, 將那當死的人致死。 不可憑一個人的口, 作見證, 將他致死。 見證人要先下手, 然後眾民也下手將他致死。 這樣就把那惡, 從你們中間取掉。 所以你發覺, 在他們裏面, 一切要見證的事實, 要有兩個人做見證, 不可以猜, 因為這是一個人命。 但如果我們這樣看, 我們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明明是有兩個人的? 為什麼可以兩個見證人去看著, 他只能夠抓到那個人婦, 但是抓不到那個姦夫呢? 有人會這樣解釋, 可能是這樣, 因為那個姦夫太靈活了, 一個轉身走了, 但是一個淫婦就走不折。 也有人說, 那個姦夫拿錢賄賂了這些法利賽人, 或者賄賂了在裡面抓他的人, 所以他就走掉了。 也有人說, 當時男女很不平等的, 很多時候, 當發生這些事, 都是會抓了女人去處罰, 但是男人往往都會被輕判。 但無論怎樣也好, 我們看到一件事, 當民事和法利賽人, 把那個婦人帶到來中間, 其實他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為了公義, 也不是為了一個律法。 他不是為了遵行神的話語, 因為我們看回第六節, 那裡很清楚地說。 他們說這話, 乃是探耶穌, 要得著告他的權柄。 你發覺, 為什麼要在裡面, 去講這些話, 為何要將這個難關, 擺在耶穌基督的面前。 不是為了藉著耶穌基督, 能夠在裡面的審判, 令到這個婦人, 能夠在裡面改變, 或者在裡面隨罪。 原來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想找一個位, 來陷害耶穌。 原來這一班, 的民事和法利賽人, 他們是表裡不一的。 表面上就忠於律法, 要隨罪, 但實質其實他們是借著這個婦人, 去告主耶穌。 為此, 其實他不惜要公開婦人的罪, 不惜將他帶到去聖年當中, 公開去審問, 並且要主耶穌最後宣伴, 為了的, 就是要在這個地方裡面, 落耶穌的面。 所以死有餘辜的, 不單止是那個犯奸任的女人, 其實還有一個逃走了的男人, 甚至是這一班蛇蠍心腸的民事和法利賽人。 他們的罪可能不同, 婦人所犯的是一個愛在的罪, 奸任。 但是民事和法利賽人, 他們的罪都很可惡, 就是發生在他們的內心當中。 在羅馬書三章十節這樣說, 就如經常所記, 他們沒有二人, 連一個也沒有。 所以當我們發覺在教會裡面, 可能我們會見到一些罪人, 犯罪的時候, 不單止我們要是最正確的作, 見機事實, 但其實我們都要想一想一想一件事。 可能當我們說, 我們在指出他們是罪人的時候, 我們都不要忘記, 我們都是一個罪人。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蒙人的罪人。 我們要明白, 其實我們跟他一樣都是死有餘故, 只不過因為耶穌基督的愛, 挽回了我們的生命。 所以在馬太福音七章三至四節裡面, 他提醒我們, 他說為什麼漢見, 你弟兄眼中有刺, 卻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對你弟兄說,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所以其實在裡面, 他提醒了一件事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身邊的人, 見到有人犯罪, 我們很想指著他說, 喂,你死有餘故。 可能我們沒有說這句, 但我們心裡這樣想, 在不斷襲罵對方的時候, 我們記得要想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們也是一個罪人。 讓我們能夠以上帝的憐憫, 去挽回他們。 可能有時候要襲避, 但也是出於愛, 在裡面的挽回。 第二個問題, 我很想在裡面看, 就是, 究竟怎樣為之, 一個公義的審判呢? 何謂一個公義的審判呢? 當我們再去看這段經文裡面, 一開始他提到這個婦人, 其實一開始他已經被人標籤了。 一個行淫是被拿的婦人。 這個婦人不單是她沒有名字, 甚至呢, 她不斷都要在她人生的當中, 或者在這段經文裡面, 她都要背負著一件事, 就是她過往所犯過的罪。 人記得的就是她生命裡面那個污點, 人記得的就是她做錯的那件事。 不知道裡面還有沒有機會可以轉化。 有不少人提到, 就是一次不忠, 百次不容。 不單是夫妻之間, 就算有朋友知道你過去曾經犯過奸淫也好, 就算你今天已經信主悔改, 有時候心中都不知不覺, 標籤了這個人, 其實他是一個罪人。 他的名字前面永遠都會加上了, 一個行淫是被拿的人。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要看看, 究竟什麼是真真正正公義的審判呢? 在第六節那裡, 他們這樣說, 他說, 他們說者說, 仍乃試探耶穌, 要得著告他的權兵。 在這個時間, 耶穌做什麼呢? 他卻彎著, 要用紙頭在地上去畫字。 可能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間裡面, 其實他想像一個局, 令到耶穌在一個兩難中間。 我們要解釋一下, 究竟什麼是一個兩難。 在聖殿當中, 他要公開羞辱他。 他就要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當這個人, 他犯了奸隱, 摩西律法, 提到要用石頭丟死他的。 那麼耶穌怎麼抉擇呢? 如果, 他抉擇跟從摩西的律法, 他決定要用石頭丟死他的時候, 在這裡出現了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主耶穌他一直都是教導著, 我們要去愛, 我們要有恩典, 我們要用憐憫, 去挽回那些罪人, 拯救失喪的人。 所以, 當要處死他這個婦人的時候, 是跟他的教導違背了。 以後呢, 他還怎樣可以繼續教導下去呢? 第二, 就是猶太人沒有辦法自己執行這些私刑的。 因為這些死刑的執行, 一定要是羅馬政府自己去做, 或者他批准, 才能夠去做。 那麼我們又看看第二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就是, 可以放走他啦, 但是這個呢, 就在聖殿公然去違背了摩西的律法, 因為摩西律法裡面很清楚這麼說, 這個呢, 會牽動一大群猶太人的反對情緒。 所以呢, 其實, 民事和法里塞人是很厲害的。 他用了一個天衣無縫的方法, 來陷害耶穌, 令到在兩難當中。 但是主耶穌沒有立即回答, 他只是蹲下, 他彎著腰在地上滑字。 有人在想, 究竟耶穌在做什麼呢? 當民事和法里塞人不會輕易放過他的時候, 他繼續追問, 他說, 所以他們還是不住地問, 這時候耶穌就直起腰來, 對他們說,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當耶穌畫了一輪字之後, 然後人家又再追問的時候, 他就開始說了第一句話。 他就說,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就先拿石頭打這個婦人。 他沒有反對過。 他說, 如果你覺得你是沒有罪的, 你就去執行這個刑罰。 他沒有反對過摩西這個律法。 在裡面, 當他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呢? 第九節說, 就從老到少, 一個一個地走出去。 只剩下耶穌一人, 還有那父日, 仍然站在當中。 你發覺整件事是很有趣的。 耶穌被人在裡面設了個局, 然後他就蹲下在那裡寫字。 寫完字之後說了一句話, 如果你們沒有罪的, 就丟它。 又再蹲下, 繼續寫字。 就在這兩次的寫字之後, 那群人, 就一群, 一群, 一個一個從老到少, 就離開了。 究竟是什麼令到在他們內心當中, 他們能夠經歷到這個轉變, 這個改變在中間呢? 有人第一個解釋, 很多時候都會說, 當他們聽到主耶穌說沒有罪的人, 才可以用石頭丟它。 其實耶穌在中間, 找了很多時間, 給他們反思, 所以他在地上寫字。 並且可能他們在地上, 就寫著十戒, 不可奸任, 不可偷渡, 不可殺人, 不可貪戀別人的防止。 當每一個在裡面的法利塞人, 在裡面的文士, 他看到耶穌這樣去, 寫了很多很多, 從十戒裡面, 或者在摩西的律法書裡面, 講的每一句話的時候, 他們開始思想, 我自己,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資格, 能夠審判他呢? 跟著當他們越老的, 越知道自己是很多個罪, 就越先去離開。 這個就是第一個人去解釋, 為什麼他們會離開呢? 但是我們會想, 是不是真的這幫人這麼快, 撒那之間, 原本是鐵石心牆的? 就已經想著要拿著這個婦人, 去陷害耶穌了。 但是他會因為這麼簡單的事情, 他就離開。 是不是真的這麼快就反思? 可能有些人是, 但是是不是全部都是呢? 所以第二個解釋呢, 就會講到說, 在那時候, 其實是住棚節已經近了。 耶路撒冷的裡面, 佈滿了很多羅馬的兵丁。 當那些民事和法利塞人, 如果真的要走出來, 拿石頭丟它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會被捉賴, 因為他們是濫用私刑。 就算耶穌是那個主謀, 他說, 你去丟吧, 但是他們都是共犯, 都要一起在裡面牽連。 主耶穌用, 以其人之道, 還自其人之身, 以至到耶穌在地上寫字, 其實是在拖延時間, 讓他們去想一想, 他們要陷害耶穌, 他們是不是真的陷害得到呢? 他願不願意付這個代價, 為了陷害耶穌, 而和他一起承擔這個罪名呢? 最後他們決定放棄。 但不論是怎樣, 我們都看到民事和法利塞人, 無論是心裡面良心發現也好, 或者他們怕不敢去承擔這個執行的後果之後, 即是後果也好, 你發覺他們都是一幫假無為善, 充滿著罪惡的人。 他們不是一個公義的審判者。 他們口裡面出的每一句話, 指責和審判之前, 都先要去想一想, 其實在我們中間, 我們內心的動機, 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會不會像這個民事和法利塞人那樣? 當我們教會看到有人有罪, 我們提出我們要去說他的時候, 在我們的心裡面, 是不是真的帶著愛, 帶著饒恕, 帶著挽回對方? 因為其實我們不知不覺指出對方的罪, 其實只不過是想顯出我們的公義, 顯出我給他更加聖結, 甚至可能是有其他的agenda。 但這個是出於人的質疑。 我們是不是很清楚整件事呢? 當見到身邊的人在罪的當中的時候, 或者在困難當中的時候, 會不會未審先判在背後論斷呢? 我們會不會去跟隨一個公義的過程, 並且用正直的心, 去慢慢將一個迷失的弟兄姊妹去挽回? 我經常都將一個牧者說的說話放在我的心中, 就是當你要去集備一個人之前, 才要為對方去祷告, 以至到你為了對方的罪去心痛, 甚至你流下眼淚, 你的集備就帶著力量。 所以耶穌在八章十五至十六節那裡這樣說, 讓福音八章十五至十六節那裡這樣說, 你們是以外貌判斷人,我卻不是。 就是判斷人,我的判斷都是真的。 因為不是我獨自在者裏, 還有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 所以當我們說, 我們是不是一個公義的審判, 第一件事要搞清楚的就是, 究竟我們的內心當中, 是不是帶著正直? 是不是帶著憐憫和愛? 是不是真的按著神的教導去挽回祂? 還是以我們自己個人的方法? 在最後當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知道, 是,有人是罪有應得,死有如辜。 也在裡面可能我們需要有一個公義的審判。 但其實當我們想回耶穌基督, 他會怎樣做呢? 我們經常都說, What would Jesus do? 當耶穌面對著罪人的時候, 究竟他會怎樣去回應呢? 當然, 主耶穌就是那個公義的審判者, 他挑戰那個民事和法律裁人, 以致跟他說, 你可以, 如果沒有罪的話, 先用石頭扔死他。 但他們一個一個這樣去離開, 主耶穌最後最後, 他會怎樣去對待這個凡監的婦人呢?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弟兄這樣跟同行說, 他分享, 他說呢, 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回教會, 曾經有人犯了奸任。 接著呢, 他就, 看到教會好像沒有怎樣去處理。 那麼, 他就捉住一個執事, 就再說, 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處理罪? 為什麼在教會裡面, 我們容養這些事情去發生? 接著執事就說, 其實我們已經在裡面呢, 與這個弟兄同行, 我們已經處理著。 但有些事情, 你遲些你就會明白。 接著呢,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到他自己, 他自己呢, 都落入罪的當中, 他自己都犯上了奸任。 接著在那一刻開始, 他就明白, 原來, 我們自己都會有犯罪的時候。 原來, 我們都好像, 有時候好像比德一樣。 有時候比德一開始就說, 如果每個人都會離棄耶穌的時候, 我就不會離棄。 但誰知道最後, 他就是三次不認住。 原來, 在我們裡面, 我們都有罪的時候, 我們都很需要, 在神裡面, 能夠經歷到那個被挽回。 我們如果不依靠神的恩典, 最後來, 我們每一個人都只會跌倒。 在中國人社會裡面呢, 往往我們都帶著一個, 一個, 就是習慣, 就是希望呢, 能夠懲罰那個小朋友, 以致讓他能夠經歷到改變。 在之前呢, 有機會在學校裡面呢, 教聖經科。 當教聖經科的時候呢, 就是問到, 究竟有沒有試過和爸爸媽媽, 因為這樣呢, 而被人打。 接著呢, 都有不少的小朋友呢, 他們都舉手。 我們會看到呢, 就是覺得做錯事, 摘罵, 摘打, 其實我們很想他能夠知錯悔改。 我發覺呢, 在裡面可能有一些年青人, 真的因為這樣, 他真的會痛悔。 但我也都見過有些年青人, 因為這些摘打, 令到他下一次他要做錯事的時候, 他不敢再承認。 他很害怕, 他逃避, 他自己是錯誤。 我也都曾經聽過一個, 在誠教主裡面做的弟兄分享, 他說他觀察不少在過去坐牢, 然後再出去的人。 如果純粹是用懲罰這個方法, 最後他很快都會再回去坐牢。 所以其實有很多東西需要其他的配合。 當我們去看回《約翰福音八章》, 《一招十一節》裡面, 我們這一刻可以暫時先忘記, 主耶穌去被人找個把柄, 那班的民事和法利賽人。 主耶穌認為怎樣才能挽回這個充滿羞恥、 死有餘辜的婦人呢? 在第十至十一節這樣說, 耶穌直起腰來, 對她說, 婦人, 哪些人在哪裏呢?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然後他就說, 主呀,沒有。 耶穌就說, 我亦不定你的罪, 去吧, 從此, 不要再犯罪了。 在這裡很清楚, 我們會看到一件事在裡面表明, 世上除了耶穌之外, 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犯罪的。 耶穌他再去問那些人去了哪裡? 沒有人去定你的罪嗎? 其實他就是很想讓婦人, 能夠從羞恥感, 在一個懼怕裡面, 心驚彈戰的過程當中, 他能夠摸一望旁邊左右。 在這個時刻, 在這個時間, 再沒有人去定他的罪, 讓他能夠在裡面放下他自己。 但耶穌最後的判決是什麼呢? 我亦不定你的罪, 去吧, 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主耶穌和婦人都很清楚知道, 婦人真的犯了奸人。 他沒有被處死, 不是因為他無辜, 耶穌只不過每一個人都在罪的當中, 沒有人敢去用石頭扔他。 但是耶穌他是唯一一個有資格可以用石頭扔他的人。 而他願意去赦免他。 他不是要去縱容他, 他清楚說, 從此不要再犯罪。 他不是說叫他, 你回去吧, 沒什麼所謂。 他說從此不要再犯罪。 他很清楚告訴他, 你不可以犯罪, 因為神是聖結的。 當耶穌說這番話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很清楚知道, 他要預備他自己付上代價, 就是他要準備好走上十字架, 為世人去洗淨一切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 所謂約翰福金三章十六至十七字那裡這樣說, 他說,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身指次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身,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耶穌他來到這個世界裡, 不是為了審判罪人, 他是為了拯救罪人。 如果他來到這個地方裡, 他為了審判的話, 他第一次來就不是釘十字架, 他第一次來, 就是他要用烈火, 用洪水毀滅這個大地, 就像羅雅的時代一樣。 所以耶穌他決定的就是用愛, 在十字架上面, 他將人還回。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我很喜歡一個故事, 在鹽東的當中, 有一個人, 他穿著一個很厚的衣服, 頭戴著帽子, 又有一個圍巾, 又有大的大衣, 抱著了, 有一件很厚的外套, 手套, 口罩, 把他整個人包得很緊。 接著在這個時間, 北楓和太陽就在那裡聊天, 北楓就提議, 不如我們比賽吧, 看看誰比較厲害, 令到他能夠脫掉這件這麼厚的外套。 接著北楓就開始, 他很拼命地吹, 很用力地吹, 讓他的航風盡力地吹走了, 他的帽子, 但當他的帽子吹走了, 這個人就緊緊地把他雙手握著他的衣服, 握得很緊, 不敢去放鬆, 因為他怕連衣服都沒了。 所以北楓除了能夠把帽子吹走之外, 他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接著下一步就是到太陽, 太陽很簡單, 他面對著微笑, 發出溫暖的光, 溫溫柔柔地照向這個人, 過了無奈, 這個人開始脫下了他的大衣。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 是因為他很清楚告訴他, 原來嚴厲的方法沒有辦法去改變到一個人的生命, 只有無條件的愛, 才可以讓人從心裏面的堡壘走出來, 去接受愛, 從裏面到外面經歷一個改變。 這個就是耶穌的方法,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之次及他們, 叫一切順他的, 不致滅亡, 犯得榮身。 這裏也說了一件事, 在樣方八章十二節, 耶穌很清楚地說, 他說,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 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他用愛, 也用光去乾燥人的生命, 讓人不再活在黑暗的當中, 讓人能夠知罪悔改, 讓人在耶穌基督裡面, 因為經歷了這個救恩, 他不想再去犯罪, 他想追求在神裡面聖結。 今天可能我們有很多機會, 我們看到身邊的人這樣錯, 那樣錯, 有些可能是大罪, 有些可能是小事。 我們很想他改變, 但我們沒有想過一樣東西, 如果我們的生命在神的面前, 他要用這個方法的話, 可能我們會很辛苦。 而耶穌他選擇的就是, 他用愛去挽回我們。 當然他都會管教, 他都會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擺下一些難關讓我們, 真的會轉回。 但他最基本, 最基本的就是用愛, 叫人能夠從罪裡面, 去回來, 先經歷接納。 不論是這個犯罪的婦人, 不論在聖經裡面的撒該, 就算是三次不應主的彼得, 耶穌也是用愛, 將他挽回過來。 所以今天, 當我們看到在教會當中, 在我們身邊的人, 我們看到有, 可能他的生命裡面有罪, 讓我們第一件事不是, 妄斷指責, 讓我們先去聆聽明白, 用愛去陪他同行, 讓我們為他討告, 讓我們藉著真理, 將他們的生命帶回。 就像耶穌對著這個婦人說, 我不定你的罪, 但是, 你也不要再犯罪了。 讓我們能夠, 在神裡面, 追負這一份的聖結, 也能夠被祂擔當。 讓我們一起有一個吐告。 天父上,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的愛激勵了我們。 神, 我們算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罪人。 但是, 主要你給我們, 能夠從罪惡過犯的裡面, 經歷你十字架上面的九叔。 所以, 主要我們讚美你。 神, 你給我們, 今天, 可能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或者我們見到身邊的弟兄姊妹, 或者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朋友當中, 有些人落入罪的裡面。 主要我們不是要逃避, 我們不是要掩耳道靈, 不去望。 但是,主要讓我們去面對的過程裡面, 我們能夠帶著基督你的愛, 你的憐憫。 亦都能夠按住你的公義, 讓我們能夠, 不單止與他同行, 將他的罪能夠讓他知道, 亦都能夠陪伴他, 從罪惡的當中, 能夠走向十字架, 經歷耶穌基督的赦免和救恩。 神,我求你親自與我們同在, 帶領我們每一個, 繼續賜平安在我們一整天的當中。 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聽我們討告, 封耶穌基督得聖命之祈求。 阿門。 願主祝福大家。